今天又来相亲咯 哎 就是那位美女吧 好像 你好 美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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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相亲的吗 哦 对 哦 你好 来 握个手 我们直接碰出主题吧 对吧 我们都是为了应付家里人来相亲的吗 我不是应付 我是真的来相亲的 哦 你是真的找对象是吗 对啊 我是应付家里人来相亲的 我先介绍我一下吧 那你介绍吧 我呢 啊 今年26岁 然后没工作 天天在家躺着 要么就是跟朋友出去玩 我的要求呢 就是 我先问你一下啊 你天天在家里面躺着 要么跟朋友出去玩 那你是怎么来的 那父母养着呗 哦 你现在父母养着呀 对啊 那你也不工作啊 我不想工作啊 我家有那个条件 哦 你家有那个条件 嗯 那你家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呀 城里面的 城里面的有那个条件 确实好厉害呀你家 那还有还有吗 反正我早晚都要嫁出去嘛 他们现在养我也没事 哦是 那还有哪些要求啊 要求啊 嗯 要求 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再提要求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呢也是城里的 然后其实我是有女朋友了的 那你有女朋友来想什么情呢 我家里面呢一直追追追追让我早啊呀 但是我还不想结婚 就是为了应付他们来跟你见一下面 这样子而已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你啊 我觉得 哎怎么说呢 哎算了哈 那你直接说你的要求吧 那你都有女朋友了 我还说什么要求啊 直接都没得聊了 没事我看了一下 你要求高不高嘛 是吧 那行吧 我告诉你我要求 就是 在县城嘛 必须买一套 200多平的房子 必须要有一个200多平方的房子 啊 然后我们结婚了呢 必须给我买一辆车 买那种高级一点的就是掌棚 掌棚车 啊 你想要什么掌棚车 嗯 都行啊 只要是掌棚都可以的 哦 还有就是 那个车不能低于60万 车不能低于60万 嗯 不能买二手的啊 还有我的彩礼呢 你的彩礼 要88万吧 88万好听 彩礼要88万 啊 好听 你怎么会觉得88万好听呢 99万不更好听吗 也可以啊 只要你愿意加 美女啊 我说你一个26岁是吧 对 26岁说这个条件怎么脸一点都不红啊 有什么好红呢 你看我本身就很漂亮啊 很值那么多钱好吧 你觉得你很漂亮吗 嗯 我告诉你啊 我女朋友比你漂亮多了啊 那你找你女朋友去你找我干什么啊 你有女朋友你还相亲神经病啊你 我都说了我是为了应付我家里面来的啊 我有女朋友我没有跟我家里面人说我有女朋友啊 他比你漂亮多了 而且他很爱我他没有什么要求啊 他最多呢就要66000的彩礼就行了 其他的呢我们 我们一起奋斗 这样子的 彩礼呢也是他家里面的人要求要的 因为他家里面的人他们那边习俗都这样子都差不多这个价 那你找女朋友去啊 跟我说那么多干什么 那我我肯定是要找我女朋友的 你看你长得真的比我女朋友还丑 我不觉得 然后要求还那么高200平的平方 然后还88万的彩礼 还有一个涨棚车 你这个狮子大开口啊 那爱我的人肯定愿意给我的 你这样你条件不好 你觉得你这个条件你能找到爱你的人吗 美女 肯定能找到啊 像我这么漂亮的 早晚的事只是缘分没到而已啦 那你觉得你真的很漂亮啊 你看现在粉底啊都很厚啊 像瓜齿粉一样啊 你干什么呀 脸上 我看一下脸上还有 你又不给 还有斑啊美女 你又不给我出这些 你说我干什么啊神经病啊你 我是说你要求高 然后你不止这个价 不然你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你去找另外的相亲对象 最好要求放低一点的吧 真的你没那么漂亮 我觉得我很漂亮啊 你看我声音又好听 身材又好 头发又好看 我觉得我各方面都很游戏 我我执得更好的男人 就你这样我还看不上呢 我说话有点执了一点而已嘛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那你就别说啊 真的 神经病嘛 这社会什么人都有啊 长得还不怎么样 要求还这么高 这社会什么人都有